凉杆小物商机超大 像这种凉杆景圈也要推成初心 最新款不用丢冰箱 像在办公室室温28度以下 就会自动凝结 拿着冻结的景圈来到户外 戴在脖子上 就会有冰凉的效果 让自己凉一点 景圈没有水珠凝结 不会湿搭搭沾湿衣服 标榜可以维持两小时 凉杆消退也能用冰水或冷藏降温 原理是使用PCM相变材料 吸收大量热 达到降温作用的物质 看看景圈有如包着冰块 打开冰箱冷冻15分钟左右 这种旧款凉杆景圈也能快速降温 相较之下 新款在冷气房自然冻结 摸起来比较硬 冰凉效果稳定 旧款可以任意揉捏好收纳 刚从冰箱拿出来 冰凉杆比较明显 日韩那边有流行 那现在就是流行 最流行的客人是比较多 那这挂上去也算是一种时尚这样子 对 那也有达到凉杆的效果 销量的话今年这个粮杆环是我们主推 那它也有带动我们粮杆商品 大概成长三成 只是使用上也要注意 中医师提醒粮杆小物治标不治本 景圈最好待个15分钟就拿下 否则会影响协议循环 它因为它是挂在颈部 那中医讲说所有的阳气都要上头 所以如果你这个偏凉偏久以后 它这个地方的缺氧过程是协议循环不好 会产生我们一般说的冷中暑 15分钟之后喝喝热水 补充我们身体的电解质 尤其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 觉得热排除体内湿气很重要 大热天清凉一下 景圈风扇等小物辅助之外 更要注重体内体外的散热 东森新闻江青康灿文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